為什麼你們要逼我 哭點說來就來 因為其實 呃 我們 突然間馬上哽咽 等我一下我真理一下情緒 他希望他帶他去 有熟人的地方 然後 其實還蠻值得一哭的 但我又不想要這樣 對不起對不起 三度哽咽落淚 Ella出席公益記者會 被長輩感動速度內崩 把他自己印加中 讓長輩試驗成為焦點 Giana媽媽在社群留言 問小禎應該不許忍 要把引發網友肉搜他法 人喔 要做個可愛的長輩 我首先要真的非常 謝謝小禎啦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 很善良 很大氣 很大度的人 她不但沒有責怪我媽 反而還煩過來安慰她 所以讓我真的 更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其實知道 這件事情的當下 我真的是很憤怒 我就直接打電話 我說媽 你在幹嘛 你這個行為 你就是網路酸民 就是網路大領 你怎麼可以這樣 如果別人今天這樣說 你女兒你會開心嗎 而且你女兒 就是一個公眾人物 你還不理解這個道理嗎 所以我就狠狠地 教訓了她一番 然後她也就 真的就是一直感到很抱歉 然後一直跟我說 對不起啦 然後什麼什麼的這樣 我不想要讓新聞出來了以後 我才去道歉 還好我有認識那個秀秀 秀秀姐 對 我就趕快跟她要了電話 要不然我也沒有私底下的 聯絡方式 就是希望她能夠 經營市長的智啦 應該是說讓她也學一個教訓 然後讓她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感受 就像你在寫那句話的時候 別人可能也是這種感受 我自己也是擺事不得及 我不理解為什麼她要這麼做這樣 所以我已經很狠地教訓過了 她有說她睡不好 我說妳睡不好是應該的 我說我也睡不好這樣 所以我說小生真的很溫暖 因為她的那個體貼 因為我媽是一般人 就是她面對這樣的事情 一定會有一些巨大的壓力 然後她也不想讓事情被搞得很大 所以她就是笑笑的帶過 可是不能因為她這份體貼 我媽就好像 對這件事情輕忽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嚴重的 你要永遠記住 她們很可愛很大多 就謝謝她們這樣子 那現在媽媽的那個社群 是她自己管理嗎 還是妳現在幫她自己 幫媽媽打理她那個社群 我是不會幫她打理的啊 但是我就是叫她 再謹慎一點啦 剛剛在台上速度落內這樣 沒有那個是因為長輩們吧 我講奶甜話你會內功 比如說 唉我拉我拉 我沒路用 其實這個是蠻令人 雙膽的 對不對 說哭笑了欸妳 現在是 不知道欸 可能天氣太冷 哈哈哈哈 我媽媽有講這句話 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但我爸曾經說過這句話 其實我爸不是手 手受傷嗎 斷掉 他曾經有一次講說 老爸就是一隻手 所以你們會看不起我 然後我看 我聽以後真的很傷心 我說 你怎麼會這樣 在想 為什麼你們要死我 是不是很值得你哭 你們不要這樣